大家好,我们说北京最近放宽了房屋限购的政策 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内容就是放宽了五环之外房屋的购买 大家可以多购买一套 今天我们也讲一下北京郊区房屋的情况 大家看到的视频是我在房山附近拍摄的京西一些景色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来看的房子是北京市房山区梁乡北陆春家园B1号楼 这个项目拍卖的完成时间是在2024年的3月6日 它的评估价格是312万 变卖价是174万 174万成交 已经到了变卖阶段 也就是第三拍 一个人报名一次投标成功 应该说这套房屋还是在拍卖过程中不太受追捧 导致了它的价格相对的偏低 变卖阶段一般是打不五折 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房子相对的一些缺点 主要的缺点就是说还是楼层的问题 它处在6层到7层 整个房屋的高度就是7层 所以它还是在顶楼 没有电梯 房屋的面积是164.01平米 属于比较大的户型 四十两厅两位 应该是在这个面积来说呢 是个标准的房子 相对来说我认为它的公摊面积可能也并不是特别的大 房龄呢是2000年 可能在某些人眼里呢属于房龄比较早的这个房子啊 但是我在这里要说一下呢 实际上北京2000年左右的房子还是质量相对不错的 也就是说啊用料呢相对比较足 楼龄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楼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位置啊 它的位置相对来说是处在北京市的西南方向啊 房山区应该说呢周边的还是比较的返缓 而且本身小区 我们先看一下大位置吧 它的大的位置实际上离天安门广场是37公里左右 实际上跟我们待会要提的河北的燕郊到天安门的距离是类似的啊 燕郊到天安门基本也是37公里左右 小区的周边呢在它的正南侧有一个地铁站是苏庄 但是距离相对的要远一些啊 不到三公里两公里多啊 有两条主要的公路在它两侧啊 京港澳高速啊 这就不说了 另外一个就是越华大街 那这两条公路呢都是可以进京的路 一条是收费的 一条的应该是免费的路 相对来说呢 呃小区整体的交通还是不错的 另外呢 呃我们知道在房山区它的繁华程度也是不错的啊 另外北京在长时间的进行人口疏散的过程当中啊 房山应该也是一个人口流入的区 也就是繁华程度会越来越高的 下面呢我们来大致的看一下它的一个评估的过程 整个的评估过程呢是在2023年9月份进行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套房屋的拍卖啊 由于它是已经到了变卖阶段 所以时间拉距比较长 是从 呃去年9月份开始啊 进行 定的价格啊 当时定的单价是每平米19000 呃总价是312万 真正实际拍卖的结果是 呃 每平米是10600多 所以我们说它基本打的就是五五折 呃最大的优势在哪呢 就是实际上是价格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北京在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说用价格在调控啊 人口也就是说希望疏散人口 北京的房价来 总体来说呢相对较高啊 但是现在这套住房呢 它相对于呃 我们看一下在面对京东环京地区的燕郊附近啊 实际上在价格上也没有太多的啊 劣势了 因为燕郊实际上很多二手房 它的售价也在1万2 1万3左右 并且这些有相当一部分房屋呢 实际上离地铁站是要远的多 本身这套住房离地铁站不到三公里 如果在燕郊的标准的话 可能就已经算是地铁房了 另外我们注意 本身这套房子 它属于北京的行政管理 啊 例如在某些时刻 燕郊的啊 住在燕郊你要进京 有经过检查站 但是在这个区域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啊 在这个口罩期间 这个燕郊是受封锁的 在房山呢 也实际上会避免这种情况 所以啊 总体来说 呃 这套住房相对于燕郊就有很多 它独特的优势啊 价格上也没有劣势 所以我认为 呃 现在燕郊的很多房子呢 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的吸引力 啊 大家呢 可以把一些精力花在 去看看北京一些郊区的房子上啊 他们的售价也比较低 另外呢 居住的便利性呢 也相对的比较好 并且如果觉得价格高的话呢 实际上也就是 可以再花一些时间等一等啊 看看价格的变化区间 会不会再往下落一下 好 今天和大家呢 分享到这